我是徐玉文 我今年二十四歲 我目前的工作呢 是寫手機程式的文化工程師 但我有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我有一個疾病 在我發病之前 我在國中的時候很喜歡打籃球 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我也有參加學校的籃球比賽 我覺得阿玉姐的生命是非常精彩的 做得非常的精彩 每天都覺得明天都充滿了活力 每天都青春洋溢的感覺 很適合形容我的高中生活 在學校第一次發病的時候 是一天中午午休的時候 我怕在桌子上睡一覺 睡著睡著呢 我突然起來想要上個廁所 但那時候發現自己站不起來 欸?我怎麼突然站不起來了 那時候我也有點焦慮 其實我在學校上了兩處的經濟 但那時候都沒有找出 真正的會造成這樣的病 那我也去了很多間醫院 大概有六間醫院吧 然後轉了 可能六七個可別 但是都找不出 到底為什麼我會突然變得起 那直到 直到 到了最後一集音樂的時候 醫生幫我做了一個 叫做肌墊的檢查 重複墊刺激 就是對我的醫生拿人做一些 就是貼一些症片 貼一些鐵片等等 然後看連續的事情 有個肌肉 後來醫生 看完檢查報告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我大概心裡有個底 知道是什麼病 那當時還會有人說 你的這個病叫做重症紀錄的病 那還是這個病呢 很少人會有 就是很少會聽到 那時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病 就是疫情從來沒有聽到這個病 那一年我高二 得知這個病的時候 還不清楚說 這個病對我未來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但慢慢的隨著時間一長 其實病的額化就越來越明顯 從一開始你腳不能走 到手不能走 甚至在一兩個年的時間內 你開始沒有辦法自己吃東西 就吞咽有點困難 那呼吸也有點喘 就是身體各個部位所有的肌肉都被 就是都被這個病被纏住了 然後沒有辦法好好的發揮 他們應該要發揮的作用 那也因為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其實從發病開始 我住了兩個月 一直不斷的打內褲水 不斷的吃狀況紀錄的用藥 但是我的身體都沒有好走 那當時醫生才告訴我說 其實這個病是不會全入的 就是他會一輩子都跟走的時候 我非常憂鬱 會覺得自己的大好人的神跟前途 好像就陷在這個 就是陷入這個狀態之後 就沒有辦法得出來 那但是醫生當時其實也是很厲害 我說 你應該要繼續升學 應該要對生命還是抱有的希望還有影響 雖然我沒有能院的考上我的第一次院 但我也是順利的考上大學 我考上的大中大學就是念經營系 那在念大學的方式中 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學習 怎麼跟自己的身體共學 因為已經知道竟然他都不會好了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一樣繼續的生活 但是呢也不會受到已經領太多的折磨 以至於沒辦法好好去做下去 其實起初開始寫粉絲專業的時候 那個粉絲專業是 本來就已經成立的專業 但是不是由我成立的 是我當時在加護病房狀況很嚴重的時候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幫我成立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到那個地方幫我家裡 當時在加護病房那樣的日子 所以讓我再發起一個自願嘛 就是希望呢 如果我能順利的回到提供病房 那我一定要把我的生病的經驗 一整個記錄下來 就是想要憂邪王子的方式 把生病的這段故事啊 還有很難好的這些心情 都把它放進我的王子 就是一個平台上 那沒想到在進入的過程中 就是越來越多人 看 會來看我的專業 然後他們也 就是都告訴我 說他們從我的專業之中 得到了很多不一樣的啟發和力量 那 那時候也知道我 原來我 對某些人是有影響力的 然後 我是一個有價值的 就是其實 我覺得絕對要不在人情中 找到一個價值的病 或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即使我 身上有個病痛 但是我還是能夠 幫助很多很多 其他的人 或者是可以在 然後可以跟身邊 其他人分享 藉由分享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感受到生病的熱忱 其實呢 跟這個病相處了大概有七年這麼久 因為從高中發病到現在已經 大學畢業了 甚至出社會工作了 但 每一個成長階段 在面對這個疾病的時候 都有遇到不一樣的挑戰 像高中的時候就是念 要不要休學 有沒有辦法去念大學 那大學的時候呢 繼續面臨 大學有沒有辦法念畢業 未來如果工作的話 該怎麼辦 大家常常問我 那你之後未來有什麼打算 或是有什麼目標 或是人家還有什麼想要完成的事 嗯 其實沒有特別限制自己說 之後就一定是想要完成什麼 不過我的夢想都是蓋出去了 就是 我很希望可以這樣蓋出去了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書 然後我就很想要 陪婚人或很多書 然後捐到平常去 然後讓他們 讓小朋友 其他能夠的資格 就可以得到 從書中得到更多的知識 那 如果是一個人的 生病 就是或者是一些小目標的話 我目前最想 很多很多年前 最想完成目標 就是初心 初心之外呢 我希望可以到更多的地方去 可以分享 或是演講 跟更多人分享我的故事 然後也可以從之中 得到更多人的故事 就是一種交換的感覺 然後 希望自己對生病的熱誠 跟 這些生病中的病例呢 可以給 身邊的人 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情巴 忍者